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品尝过原子弹爆炸的滋味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的邻居 自己自称大日本帝国 疯了朝着美国军舰 零式飞机自杀式袭击 那现在原子弹啊 清代啊 以及呢这种爆炸效率更高 产生危害更大的核武器的威胁在迫近 联合国开了个会 秘书长古特雷斯出来说话讲了一通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 在联合国开 纽约总部开 开幕了 古特雷斯讲了 说核武器啊 给世界带来的威胁正在增加 人类与核武器的毁灭世界 有一个误解 或者有一个导火索 有一个误判就可能炸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离核武器爆炸还有多远 只差一个误判的距离 核武器威胁这个世界的风险正在扩散 古特雷斯强调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重要性 敦促所有的地约方 加强重申各项条款 你必须遵守 加强各方对话 尊重维护和平 不然古特雷斯在那 咕噜咕噜咕噜咕咕咕咕咕噜占了半天 没什么人听 联合国一走形式 开个大会来念一通 没什么人听 为什么呀 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带头捣乱 任意曲解联合国政策 根本就不服从联合国的决议呀 所以美国越过联合国动用私刑 在世界上横行霸道 联合国的权威性大大降低 联合国过去叫国联 为什么有国联呢 二战打的不像样子呀 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贼的 一战那时候武器还差点 二战那机械化不对 那飞机死多少人呢 二战最后就是日本人光光来两颗原子弹 一片火海气 谁把人当时就没了 气化了 核武器威胁这么大 但是古特雷斯作为一个弱势的秘书长 凡事他也就是去说说罢了 好比是一个没什么政治经验 性格又软弱 没有任何实力的 到咱们学校来代课的这么一个班主任 他说话不说话有什么影响 美国谁 美国就是个班里边那个熊孩子 大个子到处打仗 天天打仗 流氓撒泼的 他挑头在课堂上胡作非为 班主任拿他什么办法 没办法 有的时候还要他来维持课堂纪律 但是美国挑头在世界横情霸道 这个世界就这样下去吗 课堂纪律能好吗 核弹这个玩意儿的危险性正在迫近 你这个时候你核弹这个危险 和别的扯别的弹的危险 那完全不一样 美国在核武器的问题上 比如说印度用核武器 美国人跟印度现在正在走近 美国拉着印度跟中国过不去 美国为了服从 对付中国的这种战略政治 需要美国就黑不提白不提 这事实上接纳了印度 美国是个黑大个子 中东一个黑小个子 黑小个子早就核武器 要是些小型化了 就是那个以色列 就是那个犹太国 就是美国犹太集团 控制了美国之后 又不断的给以色列送钱 以色列那核武器的 美国是谴责过吗 全世界联合国开会谴责以色列 美国从来都是投反对票 澳大利亚 本来是在马克龙那地方 跟法国人常规亨利潜艇 生意都 人家法国那边开干了 美国人印度捣乱 把这个潜艇大单给人弄毁了 然后说我给你核潜艇 那是不是核扩散 设计不设计核扩散 有没有可能设计核扩散 但是美国就这么干了 因此在世界上 美国少流氓 他就这么干 你能拿他怎么着 所以联合国 无论你核不扩散这事情 你开多少次会 有人捣乱 就是对全人类的威胁 干什么 再见